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0塊 沒有騙人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 由中環金鐘一帶去到山頂廣場 按標收費大概是80元 離開價足足比正常貴六倍 這樣劏下法 難怪拍片的女士都忍不住說你 提提大家 濫收車資是犯法行為 一經定罪會被罰款 甚至停牌和監禁 各位遇到這些情況都不要退讓 不要再被司機認罪香港了 大年初四下午 在香港大球場外 再有球迷排隊 入場看比賽 今次就不是看美斯 而是攜為四年的賀歲杯 再開落 由香港明星隊對戰世界明星隊 不過早前才剛發生 球王美斯不肯下場的風波 球迷會不會擔心又有球星缺陣呢 對於今天的球賽 我是非常之渴望和緊張 有這麼多球選來 最期望是誰 托迪 迪比亞龍 會不會擔心 今次還有球星 或鐵席 上廣場 都不會擔心 有的體驗已經很好了 彈球 希望這場是一場的精彩比賽 會不會擔心 美斯事件會重演 當然不會 托迪好很多 對自己偶像信心 這位同學和他的朋友 早前也有買票看美斯 他們就認為 主辦方有退錢 可以接受 都是真情緊張 未退出錢 都沒有說不滿意 都要接受 退一半 反正都入來 看到美斯的真人 都要接受 真的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 他不會再回來再踢 所以 會到一半都OK 今次賀瑞杯 還有MIRROR的成員 江葉生和柳應廷表演助陣 有粉絲專門來到大球場 支持自己的偶像 他們說會看港隊的比賽 才會離場 整部的士衝了到山坡 安全器袋都帶出來 還一直在響安 是快星期二凌晨三點多 的士再住一個岩乘客 沿清水灣道往飛鵝山方向上斜 來到清水灣道303號對開鎮 越線撞向路邊的鐵欄 再衝到五米深的山坡 的士司機和乘客報稱受輕傷 自行爬出車外報警 其後送院自離 消息說 有人報稱是因為閃避動物發生意外 而在大約40分鐘之後 附近再發生多一宗交通意外 一部寶馬沿飛鵝山道上山 駛到近百花臨路一個左彎位的時候 失控撞到一個沙井 左邊的車輪浪在石上 車頭損毀 事件當中沒有人受傷 車主自行召拖車主理 的士真的撞得很嚴重 不過與他相撞的貨車外觀上沒有什麼事 觀塘擾道星期一晚上近八點 發生交通意外 位置是在枉張均路方向 近兒與醫院對開 一輛的士與一輛貨車相撞 的士司機和乘客都送到聯合醫院治理 據報的士司機一度昏迷 幸好救援人員到場的時候已經回復清醒 現場消息說 事發時的士沿左一線行駛 貨車沿左二線行駛 懷疑有車設線讓成意外 的士被貨車撞到有車尾失控 再撞毀車頭 農曆新年在街上人多好正常 不過他們凌晨時分仲站著 就是迫於無奈 荔枝葛禮恩院禮採角一樓 一個單位在星期二凌晨發生火警 消防接報道場破門入屋 出動一隊煙霧隊和一條喉灌救 火警內有大概200個居民 要疏散到附近休憩處 其中二樓一個男住客 因為吸入龍煙不惜需要送院治理 也有住客要帶同寵物逃生 據了解事發單位當時沒有人 但消防在起火的單位找到三隻貓 不過他們都沒有什麼大礙 其中一隻貓的貓所有輕微燒傷 而消防就為其中兩隻貓提供氧氣 消防又說經初步調查 不排除電線短路引起這次的火警 急時想問各位街坊 昨天有沒有一位女士在警民樓下派錢 莫先生在年27 和有情緒病的老婆吵架 第二天老婆在招喉組 將她的不生積蓄 51萬現金派到街坊 短短20分鐘就派到一文不正 莫先生說 筆錢是用來裝修和養育小朋友 在網上呼籲收到錢的街坊 可以歸還部分款項 星期二我們聯絡到莫先生 他說春雲至今已經隔了5天 一共有幾個街坊聯絡他 和還了大約4萬元 他對記者展示當天和太太對話的截圖 他曾經跟老婆說 派了之後就不能再回頭 那老婆就回覆 錢可以再找 那老婆和錢 你選前者還是後者 莫先生說 當初和外母談的時候 都以為老婆只是私底下收了一筆錢 但後來外母證實 有大廈保安阻止過他派錢 但最後都是全部派了 才以成定告 不是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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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敢派給人 搶了一筆走 有一個就搶了一筆 就走了 莫先生已經報警求助 不過因為這件事是屬於自願派發 不涉及刑事 莫先生只可以寄望街坊主動聯絡他 還錢 這位男士十年前在情人接買兩束花 被鏡頭拍到之後 一句不可以曝光成為經典 北角一間花店 今年情人節就繼續抽水 寫明訂情人節花有依賴八折 不過不要誤會 這裏的依賴說的是第二束花 都是開玩笑的 雖然都是開玩笑的形式 但都會給他們一些折扣 我們其實這個牌 由一開始 新年的時候買藍花 我已經開始擺定了 因為今年新年和情人節都接近 所以我們都想同時推廣 我們情人節的花束 他們看到這個都會發自內心的微笑 看到這個牌 我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其中一個marketing的手段 都可以幫助我們花點 陳先生就說都有不少男士 會帶女女過來買夠兩束花 不過他就說年輕人對愛情和儀式感的態度有轉變 所以花店的消情就一般了 來到年初四 不少香港人的農曆新年假期都來到尾聲了 但是在內地假期才剛剛放到一半 所以來到高鐵西九龍站 都還可以見到不少旅客來香港玩 出入雜機也都出現人狼 近期內地旅客流行特種兵旅遊 錢花得越少越好 事實又是不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當地的物價預計會花個兩千吧 但是你會留幾天 留個四天 四天 但是就可能兩千塊多數都是吃東西嗎 對吃東西 就不打算購物 我們今天就回去 有時候為什麼今天就回去 不是住在這裡嗎 因為其實從深圳當然來回還是比較方便的 但是會其實是會擔心可能香港的住宿比較貴嗎 因為也會擔心 就是因為是春節嘛 就是會比平日要貴一點點 至於來自北京的這一家人就說打算來三天 不過除了玩是有正經事做的 我們是過來巴黎香港高材的 有打算花多少錢嗎 這段時間 這個的話沒有具體的預算 我們是來自北京的 夜幕光臨這間兩宋飯店的門口 有不少人來排隊 他們有些人拿著膠袋 有些人就自備餐盒 店裡的員工都沒有停手 幫你一班客人裝送 位於深水堡羽州街的兩宋飯店三多美食 每日收鋪之前都會免費派送 負責人之一的梁國年就說 一年前在土瓜灣開店的時候已經開始這樣做 他說大部分兩宋飯店收鋪之前 都會把那些菜倒了它 覺得很浪費 於是決定免費派給街坊 那天賣剩下的東西派了 你第二天 就可以再重新做一些新鮮的東西 出來給客人 那些質素就會上升 質素上升 生意好了 那又可以促多些菜 有時候 譬如我們生意真的好些 八點多種沒有菜 見到真的很多人排隊 都會叫廚房炒多幾個菜 菜那些不是很留得 炒出來給他們 土瓜環老人家多 對 那深水埗 有些 叫做 是不是藍、銳的人都會過來排隊 可能深水埗比較年輕 但是 我們不會有能力看到哪些是有需要的人士 總之牠排在那裡我們會排給牠 梁國年說 他要維持餐廳的生意 都是靠薄利多銷 不過就算賺得不多 都沒有想著停止派送行動 那邊 到時候 開啟了 都能活著